请进对话 大卫,你是怎么过新年的? 怎么问这个问题?新年已经过去那么久了 快告诉我吧 我收到了很多新年礼物,有吃的,有穿的,还有不少书,你呢? 和你差不多,我去外面滑冰,回到家就坐在壁炉旁和爸爸妈妈聊天 可有人就没有我们这么幸福了 谁? 卖火柴的小女孩 小女孩?卖火柴?怎么回事? 看你急的,我讲给你听 快讲吧 在寒冷的大年夜里,有个小女孩穿着破衣服,光着脚,在街上卖火柴 这么冷还要出来,为什么? 因为她家很穷,如果卖不完火柴,她爸爸就要打她 真可怜,有人买她的火柴吗? 没有,在这么冷的晚上,人们都赶着回家过年,根本没有人买她的火柴 后来呢? 小女孩又饿又冷,缩在一个墙角里 哎,这样不是会被冻坏吗? 可不是,她冻得实在受不了了,就擦了一根火柴取暖,在火柴的亮光中,她看见了大火炉和很多好吃的东西 一根火柴有什么用,还不是一样冷? 对,她后来又擦亮了一大把火柴 最后,她在火柴的亮光中,好像看见了自己的奶奶 跟着奶奶飞到一个温暖的地方去了 第二天早上,过路的人发现她已经死了 真是太惨了,要是遇到我 遇到你怎么样? 我就把她的火柴全买下来,还会把她带到我家里,这样她就不会被冻死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不过,那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我们怎么可能遇到她呢? 一百多年前? 是的,这是一个童话故事,叫卖火柴的小女孩 是一百多年前的安徒生写的 那我得去找来好好读一读 明天是周末,你有什么安排? 妈妈说要带我去公园画画 那你用什么来画呢? 当然是用画笔和纸了 可你的笔只是普通的画笔 马良的画笔却是一支神笔呢 马良?马良是谁呀? 马良是中国民间传说中的一个小孩 他很喜欢画画 可他很穷,没有钱买画笔 那他怎么画画呢? 他上山打柴时,就用树枝在沙地上画画 到河边割草时,就用草根在河滩上画画 他真会想办法 后来有个白胡子爷爷送给他一支笔 他拿起笔,就在墙上画了一支大公鸡 谁知刚画完,大公鸡就从墙上飞了下来 啊?这笔真神奇 有个大官听说马良有支神笔,就把马良抓去了 抓他去干什么? 画摇钱树呀,马良不画 大官就让自己的画师用神笔画摇钱树 摇到了很多钱吗? 没有 神笔离开马良就变成普通的笔了 后来呢? 后来,大官求马良给他画金山 马良想了想,就画了一座金山 马良一定是害怕了,是吗? 不是 马良在金山周围又画了一片大海 在海上画了一支船 让大官坐船去金山,对吗? 对 但马良又画起了风 风越来越大 船翻了,大官沉到海底去了 马良真聪明 从此,马良就继续用他的神笔为穷人画画 我要是也有一支这样的神笔就好了 云云,你听过小溪流的歌吗? 小溪流,是一首新歌吗? 不 小溪流是山里流出来的小谷的水流 小水流? 小水流也会唱歌,你在开玩笑吧 不 小溪流真的有一支歌 一支永远也唱不完的歌 你在说什么呀? 我都快糊涂了 哦,对不起 我们今天学了一篇课文 叫小溪流的歌 我很佩服小溪流 为什么? 因为他总是不分日夜地唱着歌 向前奔流 他没有歇口气的时候吗? 没有,他从不停留 小溪流后来流到哪里去了? 他与别的小溪流会合在一起 长成一条小河 小河又流向哪里呢? 小河不停地流啊流啊 与别的小河汇集在一起 长成一条大江 小溪长成大江? 该歇会儿了吧? 不 大江没有忘记自己原来是小溪流 仍然像小溪流一样向前奔流 哦,我知道了 大江向前流啊流啊 就流进了大海 对 巨大的海洋也唱着小溪流的歌 这小溪、小河、大江、海洋 他们不觉得累吗? 他们从不觉得累 我佩服的就是这一点 哦,难怪你说 小溪流有一支永远也唱不完的歌呢 他们的歌就是 永不停止 芳芳,好久没来书店了 今天你可以看个够 还可以买几本书 谢谢爸爸 芳芳,你想看什么书? 想看童话故事 还想看小学生学习方面的书 对了,爸爸 我还想买一本泰戈尔的诗集 泰戈尔? 你知道泰戈尔? 是啊 我们刚学了泰戈尔的故事 我知道他是印度的一位著名诗人 你知道的还真不少呢 那当然 爸爸 泰戈尔小时候看着窗外的雨 芭蕉叶就写出了诗 他十八岁就出版了一本诗集 真不简单 有一次他去参加婚礼 在婚礼上 印度一位伟大的作家赞扬了他 泰戈尔对自己就更有信心了 我知道泰戈尔创办了一所国际大学 学校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 对 我们课本里也做了介绍 方方 你还知道泰戈尔的哪些情况? 别的我不太清楚 1913年他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是吗?泰戈尔真了不起 爷爷 这是谁唱的京剧呀? 看您听得摇头晃脑的 梅兰芳唱的呀 他可是中国著名的京剧大师呢 难怪您听得那么陶醉呢 可不是吗? 我最爱听他唱的京剧了 不过他小时候言不出众 貌不惊人 他姑母还说他不是学系的料呢 是吗? 那他怎么学会唱戏的呢? 他八岁开始学系 学了一段时间后还不能开口唱 而且他总是无精打采的 眼睛也没有一点神 那怎么办呀? 他想出了一个办法 一有空就站在院子里的空地上 向天上看 为什么要向天上看? 天上经常有鸽子飞过 他就拼命地睁大眼睛 一眨不眨地盯住鸽子 直到看不见为止 他可真有毅力呀 他就是以这种毅力 练眼神 练唱腔 练腿弓 终于练就了唱作念打 一身好功夫 那他什么时候开始演戏的呢? 十岁哪年 他就开始登台演戏了 他可真了不起 爷爷 您借我的那本书看完了没有? 什么书? 戴高乐传 你看 我正在看呢 怎么 你想看? 我早就看完了 爷爷 您知道戴高乐差点被谋杀的是吗? 我还没有看到那儿呢 你能给爷爷讲讲吗? 有一次 他去度周末 汽车经过一个沙堆时 突然响起一声爆炸声 车前还升起一道高高的火焰 汽车怎么样? 没有被炸坏吧? 没有 戴高乐的司机一点也没慌 用力一踩油门 驾着车冲过了火网 戴高乐受伤了没有? 没有 他走下车来 还询问有没有人受伤 他看了看四周 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什么话? 他说那些恐怖分子 真是一群十足的笨蛋 真有意思 还有一次 他乘车去机场 在路上恐怖分子疯狂射击他的汽车 而且他们知道戴高乐常常坐在左边 就集中火力打左边 这太危险了 还有更险的呢 一颗子弹恰好从戴高乐头上几厘米的地方飞过 汽车玻璃碎了一车 但他却没有受伤 真是万幸啊 他来到机场 还检阅了一仗队 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他真是好样的 爷爷您快看吧 这本书里还写了他不少的故事呢 好 我孙子介绍的 我一定好好看看 随机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